疯狂已经遮蔽了以色列的双眼 在贪婪和疯狂的驱动之下 以色列又盯上了利巴嫩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那么从巴以冲突爆发到如今 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 无论是以色列的舆论战全面崩溃 还是进攻加沙之后开始飙升的一个死亡人数 其实都没能阻止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自从喊出了不惜与世界为敌之后 疯狂已然是蒙蔽了以色列的双眼 在贪婪和疯狂的驱动之下 以色列又盯上了利巴嫩 根据海峡网和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 以色列进攻加沙不利 开始陷入残酷巷战的背景之下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却是现身以色列北部边境守军驻地进行一个视察 而在视察期间 加兰特就公开威胁利巴嫩 说以色列在加沙做的事情 同样可以在贝鲁特做 这样的话一出 是引发了国际舆论的一个震动 自从开战以来 很多人对以色列的印象 就是仗着美国的支持 在加沙犯下大量的战争罪行 创造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 而在大量的证据曝光之后 以色列却始终是在狡辩和否认 更是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反感 而现在以色列对于那些曝光者的喊打喊杀 更是加剧了外界对以色列的反感和憎恶 而这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恐吓 威胁要让贝鲁特变成下一个加沙 这就已经充分的表明 其实他们很清楚 就是以色列现在在加沙的所作所为 就是种族屠杀 这完全不是什么狂妄和嚣张跋扈 就可以形容的了 而是有恃无恐的极端主义 一般意义上来说 用无辜平民的生命为打击目标 并以此恐吓对手改变政策 或者进行止步 按照国际惯例 一般会称之为恐怖主义 以色列以黎巴嫩的平民为目标 恐吓黎巴嫩不要插手霸裔局势 还张口闭口 要把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 称之为恐怖组织 这样看来 其实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 我们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以色列要恐吓黎巴嫩呢 感觉这个因素其实还挺复杂的 明面上看的 很显然是在不久之前 黎巴嫩的政治党公开威胁 要介入这个霸裔冲突 有直接联系 甚至当时还发了一个 类似于习文的东西 号召所有的伊斯兰国家 团结起来对付以色列 黎巴嫩当年差点被以色列打灭国 后来黎巴嫩人为了抵抗入侵者 自发的形成了一个抵抗组织 也就是现在的珍珠党 而随着时间的发展 以及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 明里暗里的支持 珍珠党就迅速发展成为了 黎巴嫩的第一大党 也成为了黎巴嫩最强的军事力量 到2000年前后 珍珠党通过漫长的武装斗争 和游击骚扰战 终于迫使以色列 放弃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 而珍珠党也为自己的国家 收复了丢失近20年的国土 在2006年 也就是我在黎巴嫩违和期间 离役之间再次爆发战争 那一仗之后 珍珠党已经成为了中东一大强军 到现在已经快20年的时间里 以色列也再也没有率军北上过 但是珍珠党的名声雀启 却导致了另外一个情况 那就是珍珠党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关系 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那么这次 以色列拿黎巴嫩平民来威胁 其实也就是瞄准了黎巴嫩政府和珍珠党之间的矛盾间隙 想要制造内部冲突 进而瓦解北方的威胁 好的 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讨论一下